哈喽大家好,我是加拿大持牌移民法律顾问,是宁斯尔,在加拿大生活二十多年的老移民 在之前的两期节目里面,我从生活治安文化这方面和大家聊了聊英国加拿大的生活体验 但这个人生除了这个生活,你还得工作呀,还得养活自己呀 所以下面我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些方面的内容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找工作难不难 在英国找工作是非常难的 因为英国的岗位很有限,你要长到一份心意的工作 短则两三个月,长则大半年,一点都不稀奇 很多人都是留学生,像你毕业之后就为了找工作,竞争也会比较大 你长期生活在这个所谓的英语环境 但是英语不一定比本地人低到,也会缺乏相关的实习经历 这比起英国本地人来说,就会有大大的劣势了 而加拿大找工作也难,但是比英国就轻松很多了 因为加拿大是个移民国家,各行各业也都比较缺人 而和你竞争的往往不是经验丰富的当地人,都是新移民 就是和你差不多一样的新移民 这时候你好歹就有不少赢面了 甚至有些人以前做白领还可以考虑做南领 因为在加拿大南领的工资也挺高 你会发现,咱们国内收入相对交集的南领 去了国外都能很滋润 什么电工木工维修工啊 因为国外的人工成本高啊 像什么疏通马桶的货,在英国一百多磅起 一千多人民币啊,这是非常惊人的 然后剪头发,折合成人民币动不动两三百块 因此很多人都会买推子给自己来理发 而如果你要有个手艺活的话 在欧美的国家也能过得很时香的 那尤其是木工啊,那种会建房子的木工啊 在国外都是供不应求的 那为什么国外的一些别墅往往都是一些木屋呢 原因就在这里 请人来修水泥房吧 劳务费也贵得要死 很多人甚至会自己考虑建房子 而木屋的性价比就会高很多 所以啊,你要有一点手艺活的话 像国外这种干人工成本非常高傲的地方 活的绝对是比白宁要自在舒服很多的 那如果你是通过留学来到了英国或者加拿大 想要留下来啊,就真的得通过工作 哎呀,拿工签一步步往下走了 英国的工作是很难找的 有的即使你找到工作之后 也没有机会拿到工签 尤其是在脱欧之后的英国 你去了当地啊,你会发现有很多比你还优秀的人 也很难留得下来 大部分的都是选择毕业之后就回国 加拿大就完全不同了 它的路径就比较多 有很多通过留学来移民的路子 或者是通过毕业之后找到靠谱的雇主 拿到这个LMRAA来做移民申请的 或者你会法语 还能在联邦意义里拿到特定的加分和筛选 也都可以申请各省的审提名等等等等 路子比英国要宽广多了 哎,基本上留学生来说 目前情况下总有办法能够留得下来 现在我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两个国家移民政策啊 英国在今年啊,公布了新的移民政策 我给大家总结下来就是三个字 更难了 比如说它的技术移民的门槛 哎,对你要有本地的工作要求啊 也有当年的薪资要求 年薪从26200英镑涨到了38700英镑 要知道这个年薪可不低啊 在英国的时候呢 有朋友告诉我 他的副教授的年薪也就差不多4万英镑多点头 哎,你想想你做一个对英国不太熟的 刚毕业的留学生 让你拿到每年38700英镑的工资 要求高不高啊 然后呢,就是对家庭移民 对收入也有要求 而且这个要求也提高了 至少得有29000英镑的收入 换算成人民币啊,就是26万 总而言之啊 英国本来就来 现在它变得更难了 那这个加拿大的话呢 尽管今年公布了一堆的新政啊 关门的关门,提升的提升啊 暂停了不少移民项目 但是它移民的大门呢 并没有关上 顶多只是门变得小一点而已 配额也是很多的 你依然还是有很多办法 可以办好移民的 移民这个事啊 除了和政治挂钩 其实很多时候 它是为经济服务的 像英国经历这么多年的发展 已经相当局限了 尤其是近几年 它的GDP甚至一直在往下降 总而言之啊 单非之后 它过得并不无意 新移民并不能完全解决脱欧的窘境 而加拿大虽然也有它的问题 例如住房紧张啊 通货膨胀啊 但这一步单单在加拿大上面发生的 全世界都是如此 因此最起码面 你是有机会去加拿大 而且别的国家 一旦经济发生点波折 新移民太多 可能会立马关门 例如去年的葡萄牙 关闭了黄金签证 很明显属于就是捞完就关的这一波 如果你打算留学这两个国家 我是这么想啊 如果想要留学后 常住当地拿到身份 那么英国呢 考虑的可能性就不高了 而加拿大是提供一个丰富的移民政策 往往是利好留学生的 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这边都有很多的申请人 在英国留学留下来转占加拿大的 但无话说回来 如果你留学就想追求学业 哪一个文凭啊 只是为了读书 毕业以后就回国 考工啊 找工作呀 那么英国可能会更适合你 因为它短平快 硕士八个月都能读完 当然啊 留个前提就是家里面比较宽裕 经得起花钱 因为在留学的成本上 英国比加拿大要贵得多 两倍起步 这点我在之前的视频也说了 大家可以具体去看一下 所以啊 你要是问我直接移民海外 英国和加拿大该怎么选 我肯定守追加拿大 因为英国没必要啊 它的门槛太高了 人家本来也不是营运国家 需求不大 你想进来 肯定得有N码刷子 加拿大就不是这样 我知道你想来 但是我要的只有两点 要么有能力 要么有财力 只要给够了 位置呢 不能说随便挑 选择的空间还是很多的 只是现在加拿大的门槛也开始提高了 现在总美特别多 是自由党的领导 自由党是主张移民的 但是由于这几年 把加拿大折腾的实在够呛 骚操作不断 算是把自己的最后的路人员也给败光了 也因此在明年大选 我对特鲁座不抱什么希望 保守党的领导人呢 国立制风头震盛 在下议院有好多次的会议 都是压着特鲁座党 明年不出意外的话 就应该是保守党上台了 所以新冠上任三把火 移民 滥民 留学生少不得被折腾的 所以想要留学移民的 现在确实要好好尽快打算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意向 欢迎扫买屏幕上的二维码 让我们为你做个免费的移民留学评估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加拿大市派移民法律顾问 在加拿大生活20多年的老移民 市警司 有问题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